大家看这三江八岩惊奇 里边做那个什么裤腰带面那个场景啊 怎么揉面呢 怎么撑面呢 怎么下锅煮啊 怎么这浇上卤啊 那场面你看着跟看射尖像中国似的 来 来 来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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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这些东西张艺谋传承的电影里 让你看着不闷起 就中国元素在里边得到的体现 让你看着觉得挺舒服 你看长城里面的中国元素 长城就不用说了 这是皆人皆知 他把长城也玩出花样来 甚至半截能弄出个口子 出个剪刀 把这怪兽都给拦腰斩成两断 包括这里边孔冰灯啊 琉璃塔啊等等等等 包括用双戒棍来击鼓啊 这都是典型的中国民俗的元素 他甚至还挺灵巧的 在这个射箭的军队里边 让每个士兵手腕上 添一个小火车子 一个机关 能轻人举的把射出箭 变成火箭 这些东西属于七思妙想 但是你看着 那么的中国 所以这些让我们看起来 感觉到还是 比较有一些匠心在里边的 щоб感觉到这些人